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各国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也导致对于一些基础性的原材料 比如说钢筋水泥等等这些建材需求是大幅增加 从而导致我们知道是以铁矿石铜铛等等一些矿产为主的这些价格 也是在过去12个月时间里面是屡创新高 那么在昨天澳洲方面的股市受到了 由于铁矿石价格一下子是冲破了200美元大关 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340人民币一吨 这个价格对比在疫情时候最低点不到500美元 不到500人民币的价格整整是上涨了1.6倍 也就是说澳洲对于中国出产的或者说是出口的铁矿石 即使是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之下 它的总价值出口的价值也会因为铁矿石价格上涨1.6倍 而增加160% 更不要提现在每个月对中国出口的铁矿石的吨位数 也就是总量 对比12个月之前是增加了超过30%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乘法 1.3乘以1.6 那么它的答案是接近于2 换句话说 光是在铁矿石这一项产品上 澳洲对中国出口的总价值就接近于疫情之前的两倍之多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 不管是即使是这个中澳直接贸易摩擦 红酒啊 龙虾啊 大麦啊 甚至于奶粉也是变相的上了贸易名单 虽然说没有正式的被增加关税 但是实际上呢 各大电商和代购已经不再购买澳洲的奶粉 但是澳洲对中国的出口总额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反而大幅增加 其原因就是由于对于基础矿产的需求 加上这些矿产价格在过去12月暴涨所导致的 当然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最后如果中澳关系继续恶化 这个澳洲铁矿石很有可能最终也会上贸易摩擦的黑名单 但是呢 我跟大家每一周的节目中呢 都会强调一次 在近期 也就是6到12个月的时间里面 铁矿石上了中澳贸易名单的可能性非常之低 其原因呢 我们也是解释过多次 不论是在质量上 在产量上 还是在运输距离上 到目前为止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取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这个原因才是目前中国没有把铁矿石上到贸易名单的一个主要原因 比如说其他产地的像巴西 像非洲 就不说疫情吧 光是其质量 以及呢 它每年出产的产量 是没有办法能够完全填补掉 澳大利亚所留下的空缺 再加上呢 从距离上来讲 不论是从非洲海运 还是从巴西海运 其海运的价格都会对比 从澳洲直达中国 像这个南部港口 距离上呢 是多了整整的50% 甚至于一倍 所以说 价格质量和产量 多个因素相叠加 导致呢 澳洲铁矿石在近期内 是不可能被取代 这也是导致呢 铁矿石价格是一涨再涨 我们看到 受此影响的话呢 澳洲的主要矿产股 像币和币托 利托 FMG 其股价在昨天呢 均创出新闹 那不可否认的是呢 澳洲的其他产业 或多或少是由于 受到疫情的影响 比如说跟红酒有关的 红酒股 跟大麦有关的农业股 都受到这些影响 股票外汇 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 一忙打进 不懂英文 不是问题 GoMarkets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